中國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大量湧進 傳統思想受到很大的衝擊 藝術家應天啟就做了一系列 複合美材的油畫作品 反思傳統文化的保留價值 他連續三年入圍威尼斯雙年展 他的代表作之一 西地村系列版畫 批判過度發展帶來的問題 使當地變成旅遊景點 甚至被列為世界文化印產 麻布石牆的抽象組合中 融入東方水墨以及傳統木雕 整齊拼貼出各種材料的基礼 這是中國藝術家應天啟的作品 趙運萌德里安系列 在這些很前衛的房子裡面 掛著的比方說像深圳 根本就沒有什麼前衛藝術 他們的經濟很發展 那麼相反的歐洲很古老 但是房子裡放的是 世界上最前衛的藝術 我覺得這種碰撞非常有意思 我就思考了我們中國文化的發展 我們中國歷史的發展 就是我們是走到了這個地步 但是我們的文化有沒有跟得上去 20世紀中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中國 藝術家應天啟思索如何面對傳統文化 於是在1986年創作了西地村系列版畫 小村落在國際間爆紅 變成旅遊勝地 甚至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之後應天啟開始接觸綜合媒材油化 研究每個材質基礎的特色 2011年推出的世紀遺痕系列 更連續三年打進威尼斯雙年展 一片灰白色的殘破牆面 凸顯中國的農村社會 面臨的城市現代化考驗 應天啟說 雖然作品看似波落破損 但文化的內涵還是非常穩固 說哎呀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碰就掉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非常激勢 但是我故意做得好像你一碰就掉下來 很珍惜它 表面上我是在表現一個建築的一個演變的過程 或者是我把建築的這個元素 從傳統一直到現代 我一不停不停地做出它的變化 實際上我考量的是這個人 每一件作品利用材質的差異性 凸顯出中國當今面臨的問題 他說希望民眾去思考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我們應該如何保留珍貴的傳統文化